欢迎收听长篇小说《载质天下》第899集,由于扬为您播讲 说到这里,载府们都明白了,朝廷的兵舰开过去,恐怕会撞上一群逃出开城的官吏,也许还有几个王族宗士,甚至可能会碰见国王王辉和世子王勋 高丽就这么大,往南走也逃不了多远,只能寄望于海水阻隔辽军的步伐 而且从开京逃到阿丽水上坐船,直放江华岛,比起渡水南下,更快也更安全 江心比心,蔡雀、张纯、韩刚都觉得,如果换作自己再开京,往江华岛跑的可能性也很高 实在不行,往大送跑,也能混个安乐王宫坐一坐 与拜逃出京的高丽小朝廷混在一起,大大小小都是一个麻烦 不过派出战船的目的,只是要控制高丽海江,不是跟高丽人争夺高丽的控制权 有些交换不愁高丽人不做,只要安排得好,纠战雀巢也不是什么难事 只是对于金替的提议,宰府们也不会全然相信,还是决定让领军出征的将领到了高丽 看了江华岛的实际情况,再说,如果不合适,再换地方也不迟 金替的言辞总是不够坦诚,不过对他的品行,宰府们还是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当真是忠义之事啊 从殿中出来,韩将就忍不住的感叹,张早也附和着,此人大有鼓风,仿佛春秋之臣啊 高丽世事皆学于中国,自好小中华 只看这一个知晓忠义的臣子,倒也不能算是自吹自擂啊 曾部同样赞许,只有韩刚不以为然,道 春秋之义在于尊王攘夷 其还之德,乃是全华夏欲满蚁 高丽虽自称中华,只不服王化这一条,就照旧是满蚁啊 张纯笑道 玉坤,你带四夷,何其苛刻 一日不祥中国,就一日是满蚁 蛮夷华夏,这一点终归是要防着的 算了,不争此事了 张纯摇摇头,韩刚在华夷之变上的原则谁都动摇不了 他也懒得去争 这段时间,事情虽说少了一点,但也不至于闲得发慌啊 金替将这江华岛说得那么好,不知道高丽愿不愿意割让啊 大宋要的岛屿与高丽也是海外,无用之地 以无用之地换来大宋的支援 这笔账王辉王勋应该会算 就是不知道现在他们的情况了 到底是不是已经逃到了江华岛上 覆巢之下岂有顽卵 韩刚摇摇头 开惊破城,究竟是自负出降 还是里面的守军县城 也都要弄清楚 到底有没有给他们留下逃亡的时间 这同样要靠运气 蔡雀眉头紧皱 辽国当真能攻城了 韩刚道 内部人心一乱就没有攻不下的城池 蔡雀叹道 哎,就怕辽国是在外部强攻得手啊 不管怎么说,开京都是一国都城 辽国若是能一鼓而破 面对大宋出四京以外的其他城市 多半也都能做到这一点 作为宰相之一 蔡雀也不愿意看到辽国变得那么强大 不过现在也只能看出征的将校们的本事了 到底能不能在辽国和高丽的干扰下达成既定的目标 选调水军将领的工作 辽民院此时已经完成了 对将领的要求不是那么高 只要敢于出海就行 在大宋军中这样的人还是有那么一个两个的 现在的这一个就是从广州那边调来 早在南征之意中就投到张淳门下 这两年为张淳的商行出了很大力气 走惯了南方的水路 不知道能不能习惯北方的海域 至于能不能作战 还是得看看情况 相公今天有空吗 宰府们分头各自归府的时候 韩刚换住了蔡雀 于坤 可是有事 蔡雀回问道 韩刚想去军器间看一看铁股船 顺便再看看一具新式的火炮 韩刚邀请蔡雀去军器间一趟 主要是看一下铁股船 谁让他现在已经与军器间 没有什么明面上的瓜葛 而蔡雀现在的确是封管下面的军器间 其他众臣要去 少不了要向蔡雀打个招呼 巴不得玉坤你去呢 只要能顺便指点一下 蔡雀很乐意 其实他本人都没有去参观过 现在有机会就顺道去看一看 好歹知道那些钱 究竟是砸到了哪里 蔡雀可是一贯的唯恐天下不乱 军器间在京城位置很正 从皇城过去 没有用多少时间 两名载辅很快就到了 只跟赶上来问安的军器间 城藏章说了两句话 蔡雀寒刚便到达了他们的目的地 铁骨船仅比玉院中飘在池塘中的彩莲小舟 大了那么一点 钢铁做的骨架外面定了内外两层船板 前面安了一个同样是铁制的冲角 似乎想表现一下这艘小船究竟有多么结实 可以当作冲车来使用 这艘船不是平底船 船底下傲 如果将铁板定上 下面能装不少的东西 这船不愧是铁骨 大概是重心下移 整个人依然稳当得很 走得稳坐着也稳 那岂不是铁船最稳 蔡雀闻道 铁船其实也有 不过稳当就另得其说了 葬章陪着笑 一边还准备着 命下面的工匠给找了出来 顺着轨道从仓库被一路推过来 的确是铁船 从龙骨到船类 还有船板都是铁的 其中的缝隙用锡填补 但大小只有一艘彩莲船的一半 江南的有些地方 女孩子家进场坐着枣盆去采帘 差不多就是这样的大小 为什么一开始不拿出来 还遮遮掩掩的 蔡雀有几分不快质问着 相公有所不知 藏章苦笑着回答 一手还指着铁船 这艘船最多只能飘在水上 载不了人的 实在是太重了 哦 玉坤 你当年是怎么说的 蔡雀又问韩刚 木头能浮水 铁雀不能 要是做得小了 要么就浮不起来 要么就宰不了人 必须要往大里造 后世还有水泥船 当真就是用水泥做出来的 骨架是铁丝网 外面是水泥 在一些小河中行驶 大一点的江河都不会去 完全没有抗冲击力和抗破损的能力 但这样的船只到底能不能经受得住风浪的考验 韩刚一点把握都没有 木头拥有很高的韧性 所以不用担心 现在最需要关心的是铸铁 其本身还是很脆弱 需要拥有更高的韧性 才能当得起人们的赞许 只不过 以现在的钢材品种 根本无法满足实际的需要 而发展钢材则需要定量与定性的分析 不论是炼钢炼铁还是制造铁器 都需要总结出完善的可以依循和学习的流程 而不是全然依靠经验感觉形式 韩刚在这方面盯得很紧 需要下面的工匠们一起共同总结相互帮助 纵然离开的军器间也是一样 蔡雀仔细地看了一阵铁船 对其中的疑问进行了一番询问 从工匠们那里得到了很多 真希望能够早点看见铁制的战船 想必在海上没有任何船只能与其对抗啊 一想到能将敌国的船只当成鸡蛋壳一案 碾成粉碎 蔡雀的心中就难以自己 这可是之前载辅们都没有过的运气 除了要分韩刚一大块之外 他蔡雀本人就能够控制剩下的六成七成 不过制造出真正意义上的铁船 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 蔡雀已经做好了受到挫折的准备 没有什么实验能够始终高歌猛进 不过有韩刚参与其中 想来很快就会出现期盼已久的好结果 于坤你不是说还有火器吗 蔡雀想起了前面的话 食物在哪里啊 方兴已经在一旁等了很久 她是新任命的军器监城兼管购火器局 同为军器监城 铁船等事归藏章管 火器就轮到方兴出面 听到蔡雀的问话 又收到韩刚递过来的眼色 方兴上前 相公 方兴这边已经准备好了 好 蔡雀带头迈开步子 效顾韩刚 就看看玉坤你这一回 还能带来什么惊喜了 韩刚点点头 举步跟上 蔡雀跟着方兴走 回头看了一下跟在后面的人群 盼军器监黄吕依然不在人群中 黄安中还没有到 方兴立刻回到 之前已经派了两拨人去通知大监了 现在应该正在回来的路上 蔡雀转回来对韩刚笑道 难得黄安中如此勤紧 过去可没有这么勤快呀 这几日见黄安中 倒是让韩刚身愧 自己太悠闲了 韩刚这几天 为火器局 铸臂局两件事 与军器监多有联络 盼军器监的黄吕那边 也见过两次面 只是今日就只见从下面提拔起来的葬章 在忙前忙后 方兴为了准备也是忙忙碌碌 唯有盼军器监黄吕出城去视察城外的作坊 还不知道收没收到消息 黄吕曾经支箭院盼国子监 还做过重政殿的说书 修起居住 自履历上看一路都是清药官 在官场上是最受人羡慕的晋升路线 从清药之位转到食物监司 说起来不能算是升着 不过职位好坏要看故事成立 吕慧清和韩刚 都是从盼军器监位置上升上去的 地位于在京百思里面排得很靠前 而且黄吕在盼国子监时被卷进了太学案 被勒令处罚 前段时间处罚撤销 黄吕分头找了蔡雀和张纯一番活动 才抢到了这个位置 蔡雀边走边说 黄安中的身子骨一直都不怎么样 过去认的都是清职 此番忙碌于公事也是难为他了 韩刚望着前面 盼监理应两人 现在还有一名缺额 若东府能选任一贤才 黄安中也可以轻松一点了 盼军器监理应是两人 以资历深浅分为盼和同盼 原来是黄吕曾孝宽 但曾孝宽新晋出外 现在就只有黄吕一人 曾孝宽坐汉林任酒 在军器监的时间更长 只是在韩刚回京之前 已经外放了秦凤禄 让他去配合吕惠青 如果他在京中 之前韩刚要抢吕家问三死师的位置 王安石只要将曾孝宽换换上去 就可以了 韩刚与曾孝宽交情不差 当初在军器监时也配合得很好 当真换了曾孝宽 任三死师 韩刚还真不方便翻脸 只是人才难得呀 合适的人选可不是那么好找 相公在东府 阅人甚多 哪里挑选不出何用的人才呢 只要能如曾令错一般的就可以了 韩刚无意争取这个空缺 他的手上并没有合适的人选 还不如做人情还给蔡雀 但还是加了一个前提 不要那种爱指手画脚 外行冲内行的蠢货 要跟曾令错比 蔡雀摇头笑了两声 哈哈 这可就更难了 一行人顺着军器间中纵横交错的道路向前走 沿途是一座座被墙围起来的工坊 里面时时刻刻都在向外散发着噪音 支指压压是巨木 叮叮当当的就是在打铁 有搬运重物时喊的耗子 也有工匠对学徒的呵斥 不过蔡雀与韩刚一路走来 声音就一点点消失 各个作坊的座头都到了路边上 向大宋的宰相行礼 韩刚拖后一步 不与蔡雀抢风光 蔡雀皱起眉吩咐道 都回去做事吧 别耽搁正事 工匠们一眼起身返回工坊 蔡雀突然指着前面一人 回头对藏章道 藏监城 这是令狼吧 韩刚看过去 那人已经近中年了 长相中分明就有藏章的影子 藏章上前道 回向公 正是犬子藏宴 说着就提声把儿子给叫住 蔡雀带着人走过去 藏章的儿子 束手束脚的站在门边 看着就是没有见过 大场面的窘迫样子 管理斩马刀局的 就是藏章的儿子 军器兼各局的管购官本来都是内患 后来逐渐的被替换成武官 基本上都是低阶小使臣 藏雁也是 如果方兴不是以军器兼成兼任 他一个做过几线支线的朝官 即便不是进士来主掌火器局也是太委屈了 这一座工坊的围墙很高 门口挂着斩马刀局的牌子 里面是斩马刀局的作坊 蔡雀鸽隔着门向里面看了两眼 回相公 只是一小部分 大作坊已经搬到了城外去了 一小部分就一小部分 蔡雀对韩刚说道 玉坤 我在京这么些年 还没有进去见识过 去看看如何 政务上载辅各自分工 在京百思各管一摊 军器兼也只是归蔡雀负责 人事财务还有成果 这是蔡雀所关心的 但对于兼中的管理细节 他就干脆放手 有吕慧清韩刚拟定的制度 十年来又卓有成效 聪明人都不会去干涉 不过到了门前 顺便见识一下也无方 韩刚点头笑道 肯不奉陪 随与蔡雀前后脚进了工坊 斩马刀局随着进军 全数换装完毕 只需要保持每年替换的数量 规模比过去小了一半还多 同时还将军用刀剑的打造任务 也一起接了下来 每年出产 腰刀保剑的数量 甚至超过了斩马刀 真正打造 钦定制式斩马刀的作坊 是在京城外 利用变河水利锻造 京城内的作坊 则是精工细作 专门打造提供给军官的随身刀剑 不过提供给上四军一位的精致斩马刀 也是在这里进行再加工 作坊中没有水利 使用的是脚踏式的断锤 有脚带动断锤 一下下的锤积着半人高的刀身 刚才您听到的是 俞阳为您播讲的长篇小说 《载职天下》第899集 欢迎继续收听 《载职天下》第900集 《载职天下》第900集